我们今天现场有一位企业家 现在已经是跃跃欲试 坐不住了 谁呢 是第二个现场 我们执掌观察团的 曾花 因为曾花本人就爱画本笔画 没有 我原来写过版报 但是画不了那么好 但我想画一只小鸟在它旁边 今天这样一个难得的 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一定不能错过 来 我们欢迎曾花 林老师 我特别的心虚 来 这边 林花特别好 我就想学 然后就是我会 然后他们就以为我真的会 但其实我不太会 不行 你必须会 我已经说了你会 等一下 我相信你 花花姐 我觉得其实 林老师的画讲究的是一种意境 你就可以在她这个天鹅的基础上 你看天什么 可以让她更有意境 好题 这是个好题 好题 直接画吧 来吧 直接来吧 曾花要是能显示出 你的水平啊 你就再画一只母鹅 可能要真画一只母鹅 我的天哪 这是那鹅的孙女 我的天哪 孙女 她来展现的是天鹅 但实际上最后我们发现 她是小鸡池米图 但这幅画你要给她一个名字 就可能显得非常艺术 这就叫进化 好丑啊 这怎么办 没法交代了 简直啊 OK了 花姐 来 全会人都看见了 先让我们观赏一下 大家看啊 这叫水鹿大团结 水里的天鹅陆地上 你那是鸡还是什么 小鸡 我本来想画这小鸟变成小鸡了 小鸡 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看到这个栩栩如生的 再看到这个 叫做儿童版的艺术创作 确实老师很重要 如果今天曾花同学 只画成这样的话 您能不能改几笔 把这个画 叫它有它的神态 咱们看看林老师 怎么能够画腐朽为神奇 我觉得今天 曾花在台上画画的过程 就特别值得面试者学习 大家注意到了吗 曾花在画的时候 多次像林老师一样 学习用手指去进行处理 这个应该是刚才 在第二次现场听到 林老师介绍学到的 对吧 她反复提到 我用手指去处理怎么样 加拉机关就不一样了 对 你刚才那是瓷的 这是个熊的 经过老师处理了之后 她那个翅膀有立体 有力量了 就是在曾花的创作基础上 略添几笔 这只公鸡就更加的生动和灵活了 曾花 看完林老师的补充以后 感觉到差距了吧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就回去好好 给您把这些天鹅学会了 我要去看您的视频 学完之后 哪天希望能够崭新一幅好一点的作品 好 我们也期待着你的作品 谢谢林老师 谢谢 林老师 今天很高兴认识您 更感谢您 亲手为我画了这样一幅黑板画 我会把它好好珍藏 也希望林老师在黑板画的创作上 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并且带动更多的同学和老师 学习黑板画 把这种乐趣和美传递给更多的朋友 再次感谢林老师做客 非你莫属 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 课代表要发话了 全体起立 下课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谢谢林老师 谢谢